新北市長侯友宜前一天才提出育兒證件 包括動亂補助育兒留職津貼 第三胎百萬房屋補貼等 這麼巧與此同時 行政院也拋出力多政策 侯友宜加碼育值津貼 行政院則鎖定公托下手 計畫公托補助 從每個月5500元增加為7000元 準公托也將從8500元 大幅調漲至13000元 那如果說在野黨認為增加這些弱勢團體的預算不適宜 那我建議就在立法院的預算委員會裡面把它刪掉 2024選前各黨搶著端牛肉 最新篇章育兒補貼 不意外也成為選舉攻防新話題 記者 李婷 新鴻瑞 台北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